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这个AR 觉得以后很多事情把梁军AR 或者是把我AR 我们就每天整天在一起做节目 开玩笑 另外一个就是在正式里面开玩笑 梁家河 梁家河 我们知道没什么补什么 梁家河真的有个河吗 这有些网友就告诉我们说 梁家没有河 你就说一定要河 你说因为没有河的话怎么生活 你就不知道西北很多地方就是没有河 对 要翻山越岭的去装置 对啊 不都没有河 水通都没有 那么这期节目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要讨论梁家河 我们为什么办这么一个节目跟大家也讲了 但是我们真正来到梁家河这个地方 我一直比较好奇 习近平在那么年轻的时候 跑到梁家河 那个里面受尽了折磨 受尽了折磨 然后他说梁家河是一个大学 或者是给了他人生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讲的是真的 因为他在之前呢 在北京一个小伙子 对吧 整天玩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或者父亲受到什么影响也好 你总是个北京人啊 对 北京这个玩鸟也好 这个托板车也好 对吧 托人的车夫也好 那地位都是比哪个地方太高啊 那是首都啊 你结果到了中国一个最贫困的地方 那是他承受不了的 所以他的回忆录里面也讲了 他曾经逃离 对吧 而且还被抓了 后来又回去以后再重新感悟 他这个 这段经历吧 一直是不是那么强细 就是说 他讲的一些回忆吧 大家只注意到了什么两倍金啊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两倍金嘛 也许是二十斤 也许是两半斤怎么样 就是一个比喻 那么这个 或者比喻不掐账 或者是我跟你做节目一样的一种口误 或者是人家给他编的词儿 对 就是有一些他是真实讲的 那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都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度过他的人生的最青春的年华 到底应该怎么看 如果你有一天成功了 成为了一个人物 你就会把所有的苦难 变成你人生的辉煌的一个必要阶段 对吧 就是你认为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那么就好像 我今天十月很好 对吧 是因为饿 但是这个饿 你就能够持续下去吗 对吧 你这个 如果我今天成为了国家主席 那么我认为这个 梁家河给了我人生的最好的一个过程 历练 那你是不是叫你女儿 或者叫你儿子 或者叫你的哥哥 弟弟 或者是什么人 咱们再去哪一次梁家河 那不可能的嘛 对吧 但是呢你说 给你的人生的一些教训 给你的一些体验 甚至是 如果你在北京 你根本没有这么感悟人生 这我认为是真的 就像你原来非凡和腾达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觉得一切都是很美好 突然 把你给关起来了 然后关了你三年 你知道人间冷暖 知道看清了人 但是你还愿意说 我为了看清了人 我也去被监狱一下吗 那不可能的嘛 梁家河是苦难的 是那个时候的 中国农民 生活积极积极艰辛的一个 一个真实的存在 一个北京的少爷 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这些东西 感悟了这些东西 若干年之后 他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 想去改变农村的命运 我认为他是有这个冲动的 咱们从好的方向走 但是问题是梁家河变成什么了 如果今天的梁家河 他们现在有了新的房子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很好 我认为未必是假的 因为中国现在很多的农村 我看他们建的那些房子 我看了以后真的是了不起啊 中国的扶贫我们有很多的批评 中国的农村跟今天的城市差距 我们也有很多的批评 对吧 但是虽然中国的城市和乡下还有差距 比如说这次的地震 对吧 甘肃的地震就暴露出来了 那些房子 农民还住的是违房 对吧 中国还有很多地方 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农村地区 也产生变化了 如果梁家河今天变得很好了 大家就看一看 习近平时候是等于艰苦 对吧 今天是怎么变化 我认为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现实中间 我估计你也没有看过梁家河 你就看过梁家河吧 我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啊 我们的导播到时候找一点梁家河的照片出来 什么梁家河的照片呢 我就正好有一些朋友啊 对梁家河有一些了解 他们告诉我的梁家河的情况啊 整个村庄被铁字网围起来了 中国当然地主有围墙的做法 中国中南海是围墙 对吧 中国的大学现在也是围墙 什么中国大学北大都不能进去了 最近两天被人骂了之后呢开放了 那我们不是好像两个学校开放吧 还是怎么样 这是不是精神病啊 你说你在美国哪一个大学 除了军事运校可能不能去 包括军事运校很多地方都可以参观啊 西顶军校很多地方都可以参观 只要预约就可以 西顶军校很多地方不要预约 预约的一些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很多地方是不学预约 你就直接可以进去 你甚至可以码他们的军装 对不对 你看他们的军校的历史 你也可以看到军人在里面走来走去 当然有一些区域是说 你不要过去了 那一般大学谁都可以去啊 甚至你走到那条街上 你都不知道这已经进入了某个大学 对啊 纽约大学吧 你知道纽约大学在哪里吗 对吧 可能旁边是个商店 你抬头看啊 纽约大学不看扒子 根本不知道 对 这种开放式的这种东西啊 跟我们中国的围墙文化 确实是有点不一样 中国是小地主要是搞个围墙 大地主要搞个围墙 围墙不是个问题 私人 但是你公家搞这么一个围墙 尤其把整个城中围起来 是什么 如果是说你们围了安全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你们觉得我们梁家河觉得社会治安不好 我们就把他围起来 是这样的吧 不是 完全是围了造假 完全是围了造假 围墙起来 再搞一个学习习近平的什么基地 梁家河基地 我告诉你 那些游动里面 对吧 你去过毛泽东过去没有 我不知道去过很多年代过去没有 他至少不知道哪里找几条凳子 或者哪里找几条床 或者找几条书 来证明伟大领是怎么生活的 装一下 伪装一下 伪装你还可以 对吧 梁家河你告诉我怎么伪装 你告诉我怎么伪装 第一 习近平住的那个游动 是今天的游动吗 对吧 那是人住的吗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游动 以前我根本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游动是一个革命的象征 对吧 一起讨论革命问题 后来我从这个郑州 坐火车到西安 经过一片地方 就看到那个游动的那个 那个时候火车速度很慢 对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啊 人怎么往那个土洞里面过去啊 那火车上的朋友就说 那就是游动 就是游动 那不是人住的地方啊 就是因为 房子他没得住啊 对 他住在那个游动里面 把他 这些什么 什么族家呀 什么记者呀 都把这个游动给美化了 对吧 认为还可以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游动就是住在山洞里面 对吧 你告诉我 习近平住的那个房间 你告诉我 习近平盖了什么被子啊 习近平当时吃的什么 你能一样一样拔出来吗 你有这个胆量吗 你有这个胆量吗 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他们围起来以后到里面去啊 都是空的 他不好意思拔出来 他把你造假都不好意思造假 那个时候 你说习近平大作梁家河 他是大代书记吧 他除了学冒险 除了学大战 除了搞阶级斗争 他能做什么呢 你说他离的那个田 或者是种了那个散布的东西 改变了梁家河的 那个不叫GDP啊 是不是原来一天是8分钱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那个时候变成10分钱 有没有这样的记录 改变了什么 就是习近平在梁家河当知青 到他后来当支部书记 对梁家河的经济发展 有没有数字给我展示出来 对吧 是习近平在对查德罗夫 改变了农村的命运 还是农村的苦难 让习近平领悟到 中国真的是要改变 要改变 如果是后者 我认为是很真实的 如果是前者 我认为习近平当村之实际是伟大 你没有告诉我改变什么政绩啊 对吧 你编造什么东西出来 你编造不是学姐的东西吗 那你参观什么 你告诉我 对吧 所以 你把一个东西搞成这个东西 为什么是监狱啊 还要买门票 他都不一定是为了这个钱 为了钱可能是小事情 主要是想登记 制作 控制 因为你在那里面不能跟农民交谈 如果农民跟你交谈说 习近平啊 扯蛋啊 跟我们一起赌博啊 跟我们一起调戏 这个葱姑啊 突击啊 那这种东西在你乡下知情的时候 那是太正常 对 但是你今天就有影响和毁坏这个伟大理秀 对吧 虽然那些农民可能认识习近平的人 可能习近平本人可能还对他们有一份情感 有一些人可能还说 啊 我跟习近平在一起抗伤 对吧 那是很可爱的事情 但是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了被控制 对 他不敢讲真话 全部要编到讲假话 但是这个假话之所以不能讲是很容易露线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跟农民交谈 你是受到控制的 对 跟干部交谈也是受到控制的 整个梁家河变成今天的监狱 嗯 这太可笑了 这就是跟习近平所在中央讲的这些话 完全是背道而止 对 完全背道而止 对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重新回过梁家河 我估计他这辈子也不太可能回梁家河了 他也不想回 他可能也真不知道 对 我觉得可能还真不知道 如果他要知道的话 应该是感觉到羞耻 应该感觉到羞耻 对吧 因为今天真正要改变命运的是要梁家河的农民们 他们自己生活在一个形态的改变 对 而不是把梁家河变成一个靠习近平的名声 来出售这个虚假的材料 然后把梁家河的农民自己变成一个监狱 而且不会有什么人去参观吗 他主要是官方现在组织就是各个地区的什么党校啊 集中搞活动啊 去那党校活动 这些党校这些人是纯粹是吃饱发卖是干的人 对吧 那么 我都不知道我没有具体去算过 你可以查一下梁家河到这里 县城有多远 高速公路 中国现在高速公路发达嘛 但是你还不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参观 就像有一个习近平跑到这个美国的 那个时候住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家嘛 这个是非常可爱的故事 非常美好的这个故事 对吧 你还住在那个家 结果呢 有个人还居然把那个地方的房子卖下来了 嗯 你现在就看那个房价 没涨啊 哎呦我那个地方本来这个房子 这个不会涨 第二个是也不会因为习近平住过就是很多涨啊 我跟你说 我们这些小罗斯福老罗斯福都在长岛住过啊 你去找他们家都不太容易找到啊 对 他们都是有情人啊 老罗斯福都是有情人啊 可能找得到 那很多领袖 而且都可能早就被别人住了 对吧 我们这个镇上有好多有名的人物 他们的房子老是换主了 嗯 川普是在困死长大的 对 你早一段时间 有人还把他个房子买下来 买下来 然后发现亏本了 对吧 没有人当关事啊嘛 对吧 而且世界伟大领袖这么多 如果你只有一个皇帝 500年一个 那你还拉倒了这么多皇帝 这么多总统 这么多领袖 他住过多少旅馆 对吧 他上过多少马桶 他吃过多少餐历 摸过多少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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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了 就是我们今天做两件和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希望习近平真能知道 有人利用他的名字 在造假 来夸张 来伤害他的形象 因为大家跑到这里一看 世人都知道这是假的 世人都知道这现在变成了一个监狱 世人都知道里边全部是演员 对 所以你在这个东西 你就应该让他恢复正常 让梁家河的人 靠他们的劳动 靠他们的智慧 靠他们历史给他们的机会 或者是市场给他们机会 来改变命运 而不是靠习近平的名字 照样撞变 对 照样撞变 对 今天的梁家河就是 不但是监狱 而且是个照样撞变的一个监狱 而且是告诉来参观的人 习近平的造假 就是从梁家河开始 这就是习近平知道以后 大陆之下 你们这些符合平安 现在是什么什么东西 在来当省委书记 你们统统帮我拆掉 先把梁家河的围城给拆掉 要来参观 就参观我习近平当时正式的生活 你们知道我习近平在这里 是多么的艰苦 而且这十几岁 而不是今天虽假的东西 看看当年习近平盖的被子 看看当年习近平吃的东西 不要是真的 你就当时那个碗 我估计他找不到 你就是回复当时那个大致的状态 对啊 其实这都不需要 这就已经成为了过去了 习近平的地方多了 哪个地方都搞这么一个假基地 那你说还能够符合习近平这种 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吗 我觉得他应该感觉到羞耻 有这样的地方 是他们这些省委书记 陕西省委书记 使习近平的名声变臭 就是梁家河开始 现在是赵玉德吗 好像是赵玉德吧 赵玉德是他们还说 升到新疆区委书记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了 反正就是几任陕西省的官员 靠习老爷子的基地 靠梁家河搞诈骗 你一说 习近平在广东工作 在我们的心目中间 都是很受尊重的一个老人家 对吧 你搞这么大一个基地 我觉得他如果安坐在家里 加上给他这个情感 我认为也是真的 你像华国锋 也是回到了他的山西 但是你不要搞这么大的一个扑张的地方 另外别搞成一个爱国主义基地 对吧 你这个习老 你让他到这里安息 你天天这些 这个叫什么 社会有的狐朋狗友 还是一个什么词啊 社会有的残遭余孽啊 这些流浪汉啊 好啊 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党人干部 还有很多贪官也好 跑到这里能不占物呢 你洗脑原则的名声吗 你羞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 搞什么搞啊 对吧 一个老人家就是让他在这里安息 美国的很多目的真的是了不起 没什么人去 除了自己的亲人 你可以偶尔换一个新欢以外 他不会搞成一个爱国主义基地 所以中国就是地方官啊 就是硬过拔毛 对 他们就是利用习近平啊 因为是 习近平我估计他百分之八九十都不知道 你觉得他不可能知道 对 他也不可能再回到梁家河 是不是 你觉得他哪里工夫回梁家河啊 就是老毛 老毛离开沿安窑洞 以后他回来沿安吗 没错 好像没有回之后 没有回过 对啊 所以 所以后来沿安的人就拼命造假嘛 搞出这个窑洞那个窑洞 对吧 其实我跟他讲什么叫窑洞啊 对于很多领导干部来讲 那就是窑子之洞 就是造窑的 哈哈 窑子你还不懂啊 我当然知道 OK 承认不已 这个不能讲 不是承认不已 承认可以 OKOK 少儿不已 少儿不已 所以现在像您刚才说的 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并不少见了 从毛泽东开始 就已经是把那个地方那个湖南那个韶山春不就这样了吗 对 把毛泽东居住过的地方 他的亲戚 他的大叔二伯什么的 都给房子都给报下来 包括他父母的那个坟 那每年上他坟头那个地方挣住都挣钱的 就到他那个坟那个路口上那个楼梯的地方 就有人卡在那就卖东西做买卖 整个他那个从故居到坟头全部是经营场所啊 那韶山那个地方就靠他们家 他就挣钱了呀 就靠毛泽东的主持人 对啊 对啊 虹头挣钱是中国的一个生意 就是中国还有什么 伤势啊什么东西 好像也是一个生意 不过这个好像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我到这个 缅甸北部 泰国北部 也是住了很多华人嘛 我就发现幕边啊 幕边旁边有很多人卖茶叶 卖当地的土地产 旁边就是墳墨 原来那个墳墨一看名字 哦 原来是那个 金山脚最有名的贩毒大王 还有什么将军 因为他们你们这么家伙来 来找名人 可能找到幕边 所以他们在幕边搞了漫漫 杂货 所以习近平这个梁家河呢 那将来就是一定是一个当地的 官方一定会给他挂个牌 叫红色教育基地 对啊 他们现在好像就是这样 这叫红色教育基地 对啊 你这个搞笑了 所有的官员要当官 先要去红色教育基地 接受一番红色教育 对啊 去吃一吃习近平 当年吃过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习近平吃过什么 对啊 能叫人吃的吗 所以习近平当时那种东西 真的是了不起 我认为年轻的时候 经过的那种苦难 我是沉默着同情 对吧 你跑到这个地方来 这些 你就先告诉我 窑洞里面有什么东西 空空日夜 而且那窑洞是不是真的还不知道 对 百分之九是不是真的 不可能 所以中国这种造假 你不要说民间各种造假 各种山寨 官方的这种造假 就每年都在发生 对 每一个省官方带头就会去造假 你看中国现在很多地方 所谓的什么明清古街呀 什么一些历史建筑啊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假的 都是千年古街不足十年 所以这种造假文化在中国官场盛行了很多年 所以习近平这一次如果真的是 要让中国社会风轻气震的话 先把官员的这套造假 全部把它打掉 对 至少先从梁家河开始 如果把梁家河 恢复了他本人的秘密 咱们两个节目就不要做了 咱们全散了 梁家跟梁家河家跟河家 各做一摊 对吧 就不要再来拿梁家河开玩笑了 起码梁家河你不要让他变成一个诈骗基地 现在就变成诈骗基地了 对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